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又到了 傑哥軟實力的時候 大家知道 我們的國產電動車 或者新能源汽車是非常厲害的 其實 最近有一宗新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但是很多媒體 似乎還未很細緻地 報導就是我們的比亞迪 有一輛車 其實這輛車就很厲害 叫做仰望U8 這輛車有多厲害 首先講一下價錢 很貴很貴 但是我也想請傑哥講一講 對這輛車的介紹 大家看到畫面上就是這輛車 大家想像不到 這輛車的價格是貴到無論的 為什麼會這麼貴呢 是不是因為用料上升 或者裡面非常豪華呢 就請傑哥跟大家詳細說明一下 傑哥你好 傑哥好 各位觀眾好 這是一輛預計價格賣100萬的國產電動車 就是比亞迪的 你聽這個會不會覺得是一個笑話呢 國產電動車賣100萬 當年比亞迪做車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當成一個笑話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2011年 2011年 差不多 馬斯克就是Tesla的老闆 接受一個訪問 記者就問他關於比亞迪 聽到之後就在笑 是一個恥笑 就是他覺得比亞迪是沒有技術 他的產品是不行的 一個恥笑 不單止他 當然很多國人聽到比亞迪做車 都是搖頭虎笑 那裡面主於恥笑 聽聞有一些 香港的基金經理 打過去 罵他 說你如果一定要搞車的話 我們會拋售你的手上所有關於比亞迪的股票 你騙了他 讓他不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發展到今時今日 如果大家有看銷量的話 比亞迪其實已經追過了Tesla Tesla現在面臨各樣各樣的問題 銷量開始下降 他也要減價 其實這件事 都挺特別的 因為他 這次我講的這輛叫做 遠望U8的電動車 他裡面有一個核心技術 他普通話叫做 E四方 英文就是E square 因為普通話容易的E和 逆經的逆是同一個音 我暫時不知道官方會用哪一個 逆音 我姑且叫他做二四方 跟回英文的拼音比較像 二四方這個技術 其實這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點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大家要深深領會到這個點 要講回我們國家的 汽車業的發展 想當年我們汽車業的發展 基本上來講是一窮二百 我們根本做不出一個像樣的轎車 大家經常聽那個紅旗紅旗 其實是政策驅動的 它那個量率其實是很低的 有時候可能要幾輛 才有一輛是好的 可以去接一些領導人 或者去接外賓這樣用的 其他譬如貨車那些就有生產 但是你說民用的 經濟用的其實就是接近是零的 我們當時那個技術是很差的 別人外國人來看我們做車的廠 是看到我們的工人是用一些鎚子 一下一下地敲一些零件去做車 別人說這些我們爺爺 就是他們爺爺一輩都不會用的技術 反而我們現在還在用著 就是當年是這樣笑我們的做車業 國家都想了很多辦法去扶持或者發展技術 大家都想到的就是用市場去換技術 當時就找了一些合資品牌 當時就找了大眾來上海那裏辦一個車廠 希望可以帶動中國的汽車產業 為什麼要找大眾呢 因為當時只有大眾肯來 大家都看不起這個市場 看不起我們國家的制造能力 確實當時大眾就算過得來 我們國家可以產汽車的零件都非常少 整架車有九成多都是在外國運過來的零件組成的 合資這條路搞了幾十年 到今時今日可以說它失敗也可以說它成功 它也帶了一些汽車產業上面的管理 一些技術過來 但是最核心的 就是經常都提及的 就是汽車三大件 原油汽車三大件 就是引擎啊 變速箱啊 底盤這些 其實都依然是牢牢地掌握在一些外資的手上 直到電動汽車的出現 就是電動汽車的出現才打破了這個局面 就是因為它不再需要引擎 也不需要變速箱 也不需要底盤 我們可以靠一個新的所謂的電動汽車三大件 就是電池 電機和電控這三樣東西 這三樣東西我們國家可以做到自給自足 當然也是靠以前的一些關於電池方面 電機上的一些積累才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有些人叫做彎道超車 其實我覺得更加明確的是叫做緩道超車 其實不是同一條賽道來的 雖然大家都是車 但是那個結構上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但是這個不同是建基於一個點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 就是今天要提到的這個系統 才是真真正正的 電幅性的不同 我稍後再說它有什麼特別不同 我想這裡另外提一提的就是 在年頭 我經常都會有人觀望上年的數 大家都會看到 我們國家在汽車出口上面 上年那個2022年的數是很漂亮的 我們首次追過了德國 成為了全球汽車出口第二名 而且跟日本的數量是很貼的 日本是出口了320萬輛汽車 中國就出口了311萬輛 德國就是排第3 這個數是很令人鼓舞的 但是中間也有一個隱憂 就是價錢 就是以德國為例 德國很有名的 就是Benz 然後還有保馬 BMW 你想一想 它們一架車可以抵抗我們多少架 我們出產 譬如吉利 長城 比亞迪 他們賣的那些車 我們通常都只是 可能買二三十萬而已 但是那些車可能 分分鐘去到百幾二百萬的 那你更加不要提那些 什麼法拉利 保時捷 林寶 這些 分足一下都幾百萬的 那個差距就是這裏 如果我們想賺多些錢 將那個產業升級 我們必須可以有一件事 令自己那個產品 賣得更加貴的 就是有一個品牌在那裏 才可以做到 就是別人的品牌效應 或者核心技術 其實保持了這麼多年 我們在電動車上面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 好像他們在現油車那裏 那個核心技術這麼領先 這個其實一直都有一個隱憂在那裏 就是譬如你說電池 電控 一些電機那些東西 其實外國都做到的 我們國家是領先 但是領先不是很多 沒有一個很主導的核心技術在那裏 一直都有一個隱憂在這裏 就是我一直看的 直到1月15號 就是它發佈會上 就是它有一個牌 比亞迪一個紙品牌 叫做仰望 它推出了一架 硬派的越野車 叫做U8 它裏面整個發佈會 就沒有說怎樣 吹那架車的用料 說裏面的裝飾有多豪華 那個面的設計有多漂亮 車的設計有多漂亮 哪個設計師跟它設計 它不是吹這些 它吹的技術 核心技術 叫做二四方 其實二四方是什麽來的呢 它是首款量產四驅獨立的電機 就是四電機獨立運作的一個平台系統 如果你對比起燃油車 普通燃油車的 其實它是 你無論是四驅車也好 跑車也好 房車也好 它都是只有一個引擎 它的動力源只有一個 那二四方 它是有四個電機獨立運作的 那這裏有一個很高的難度在裏 怎樣可以做到四個電機 可以同步運作 亦都可以有不同的扭力輸出 你一定要有那個很精密的一個傳動系統 你到底那個輪子轉了多少 地面的情況 摩擦力是多少 你要一個很毫米 毫秒級的一個控制 去到每一個電機裡 而且你每一個電機的力量 不可以小 雖然你分了四個 但你每一個電機的力量不可以太小 就是你一定要做到一個相應的馬力在裏 所以其實你的電機的體積 或者散熱那樣東西 其實一定要有一個很高的雜誠度在裏 那比亞迪做到了 那這個系統其實它一直都研發了很久的了 就是你可以說是19年聯合一劍 因為它最早是2004年 一家叫做ET的概念車上面 已經展示了這個技術出來的 那當然當時不夠成熟 那它後來也都在2010年的時候 就將這個技術 用在它的電動巴士那裡 不過當時只是做了後兩個輪的獨立驅動 那叫做K9的巴士 是賣去很多外國都有訂這輛巴士的 那它當中得對了很多有用的數據 再加上它技術人的研發 終於是今年發佈這輛車量產了 那就是燃油汽車做到什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這一輛這樣的二四方這個平台 到底做到什麼呢 怎樣為之核心技術 我自己覺得它對比傳統的燃油車 或者其他的它之前的一些 你沒有Tesla也好 大眾也好 其他譬如我們國內的油箱也好 那這輛車來說都是顛覆性 可以說它是做到所有其他車做不到的東西 那它這套系統帶來的有幾個 我覺得在發布上面 就是很厲害的黑科技可以這麼說 第一個看到的就是它一個叫做沙漠 它們叫做刊拔衝 其實是它面對著一個很斜很高的一個沙的山坡 那個斜度就是32度的 高度就是250米 一個這麼高的一個斜坡是沙做的 它不用助跑 直接在上面一下衝上去 而它衝的時候不會左搖右擺 也不會用斜路 G字形的偷 它沒有偷 它直接上去 這個除了得益於它1100匹的馬力之外 也最大的功勞就是 它剛才說的二四方這個平台 它可以獨立控制四個輪的輸出動力 那有什麼用呢 譬如你看大片的沙的斜坡 你覺得它是平整的 溫暈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實質上它是粒粒粒粒 有些地方的沙是鬆的 有些地方的沙是緊的 那你如果一輛車的動力是四個輪 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上去 你當作左前輪 它陷入沙地 或者它的沙是鬆的 那麼它爪地力就少一些 但是另外那三個輪 爪地力是沒有鬆的 它依然給了這麼多動力下去 那這輛車就會打轉 那你怎麼可以這麼平穩地上去 那個斜路呢 也有機會會反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厲害的表現 如果你是知道背後的原理 還有它有什麼難的地方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能表現 這輛車的性能的地方 另外一個它表現的 就是叫做黑科技 就是叫做應急浮水的功能 我想說一下二四方 我想說一說二四方 那可能大家對二四方這個概念 就未必那麼了解 那首先我就要說一下 就是我們最熟悉的四驅車 用四驅車做個比較你就知道了 譬如我們知道的四驅車 不是玩遊戲那種四驅車 不是 而是四輪驅動的車 四輪驅動的車 會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這個單獨電機有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們看回四輪驅動的汽車 發電機一部 它會傳動到四輪驅動的 這個叫做四輪驅動 是不是 一部發電機 四輪驅動 這個其實是複雜的 通常是越野車才會這樣用 要不就是前輪驅動 要不就是後輪驅動 因為發電機是前面或者後面 是不是 因為前輪驅動 現在大部分的車都是前輪驅動的 基本上是 因為有發電機在前面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的 你打開油箱就知道 後輪驅動的車 其實你就會看到 尾部是放不到東西的 反而車頭是放東西的 這些可能 有些汽車是這樣的製造方法 尤其是跑車 那我們去看回四輪驅動是怎樣 四輪驅動都可以發力 但是一部電機 普通的兩驅車 只是其中 如果普通的兩驅車 當其中一架 驅動的車輪打滑的時候 其他驅動的車輪都會失去動力 比如我前輪驅動 我一個輪驅動 哇!滑了 但是我發力只有兩隻輪驅動 後面那兩隻輪驅動 後面那兩隻輪驅動 向前走 或者向後走 你卡住了你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四輪驅動就不是 四輪驅動就是說 如果前面另外兩隻輪 有問題 或者其中一輪有問題 其實其他的輪 都可以提供動力 給你去行駛 這個是越野車的一個性能 包括你去到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汽車的 一些YouTube的時候 你就知道 有很多人喜歡玩車 玩什麼玩越野車 譬如你在野外的山坡 或者是一些泥灘 沙灘的地方 甚至是沙漠的地方 如果你用兩驅車 你就會大跡了 你就會很大件事 所以你去到野外 你就會走到 即可能你有一個坑 其中一個 就是你的動力的輪 陷在一個坑裡 其餘的那些輪就沒有用了 因為那些沒有動力出來 就是這樣意思 沒錯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四驅車 二四方 就是為什麼呢 二四方這個說法 其實也挺特別的 就是說 你一部車 裡面有四個電機 四個電機 每一個輪 一個電機 有多難 有多難 正是平衡那樣東西 已經玩死你了 哈哈 不好意思 我真的這樣說 四個輸出的能量 會不同的 有機會 是 就是四個輸出的能量 一樣 地面的起伏都會不同的 是 這個就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這裡恐怖了 是的 但是它竟然可以做到同步 還有幫你平衡 這個 我想 除了是黑科技之外 超級黑科技 超級黑科技 一定要是晶片的性能很強 還有可以即時地反應 沒有誤差 這個是最重要的 這個 這個黑科技 其實我也不知道 為甚麼細節會做到 因為這個一定是保密 剛才傑哥就說 研究了19年 這個科技就說 當你一隻輪爆了胎 爆胎 爆胎也好 你也可以繼續走 但是你平衡的 那個很恐怖 是啊 你不會翻車 請說 它不是繼續走那麼簡單 它是沒有影響 是 繼續走沒有影響 如果大家 平穩 沒有影響 很恐怖 我看那段影片 即是它有個發佈會 有些短片 它那個示範場 好像機場一樣 是一條大直路 跟著它在車的兩邊 擺滿了雪糕桶 一直延伸過去 直線 那些雪糕桶 跟車放得很密 即是如果你的車 有任何轉向性的動作 或者失控 你會撞到雪糕桶 那車一路向前走 加速 它有一個速度窗 就測了 它加到120公里每小時 這個時候 它會撈爆的車輪 因為它在車輪旁邊 就擺了一個裝置 一爆 那些氣就會衝出來 它有些顏色 讓你看到的 即加了些顏色 讓你知道它真的爆了 那你是真的靠肉眼 看到它爆了那些顏色 氣衝出來 你才知道它爆了 如果沒有那些指示 其實你看到車是完全沒有影響 打直線繼續走的 它旁邊的雪糕桶 是完全沒有撞到的 然後它還可以轉彎的 你想想多恐怖 它還要爆 不是爆後面那隻胎 它是爆前面的一隻胎 即是前面的胎 大家知道是用來轉向的 如果你爆了前面那隻胎 其實你的駕駛會瞬間失去了它的轉向能力 如果你網上看了那些高速公路爆胎的視頻 你就會知道的了 駕駛一定是90度轉 還是打八甲轉 就是完全控制不了的 但是這個就不同 這個我覺得它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的一個技術 它表現出來給你看 為什麼做到這樣呢 就是它靠它那個電機的傳感器和控制器 可以在爆胎的瞬間 即是幾毫秒之間 可以判斷到那個車輪有異弱 而再計算出 到底我要補多少扭力給它 才可以令車子平衡 就是這樣 而且你要想 在這輛車的胎壓 開始有Semi變化的時候 它已經調整了你了 是不是很安全呢 是啊 再補一句 不是流氣 是噗一聲沒有氣 是啊 是爆的 你慢慢流氣 你再可能幾秒時間 慢慢調整 它不是噗一聲爆了 慢慢流氣又可以 一下子流氣都可以 哈哈哈哈 是不是 這個為什麼要跟大家說呢 因為我們要等到下一集 才跟大家說一說 它那個有關其他的 它是黑科技 因為這一點 當大家了解到 它怎樣可以做到 其實你是覺得很奇怪的 還有很平穩的 還有世界唯一 還有這個技術 是改變了一路以來 我們對汽車的了解的標準 是改變了標準的 對呀 顛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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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沒有話可說的 所以我看到馬斯說 哈哈 其實沒有技術的 比亞迪 是不是 我現在走得很前的了 就是我車尾燈 就是我根本 車尾燈 你也看不到我車尾燈 是不是 就是 特斯拉這樣說 馬斯克這樣說 特斯拉這樣說 特斯拉這樣說 那時候我真的笑 你當然沒有看過 仰望腰白了 哈哈 十年前他笑得出來 現在他真的笑不出來 現在他也是這樣說 因為最近那個財報上 他都說 沒有其他挑戰者 馬斯克這樣說 我找回資料 一會兒給你看 先交給你 我印象很深 這句話 不是兩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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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過 反而 是啊 不要緊 不要緊 我是很喜歡看很多資料 好 你講一講 整個 四個摩托 我繼續講 車的特異功能 他的特異功能 我繼續跟大家介紹 不是特異功能 我是講這一點 講這一點 那個 那個四個輪子 那時候還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他整個 他的所有的特異功能 都是靠這一點 變出來的 都是基於這四個輪子的 不同的控制 其實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四個輪子 可以獨立 控制給多少扭力 就是我可以給一個正向 向前的扭力 又可以 我給100 我當是輸出100 左輪子 右輸子我輸出95 後輸子我輸出75 然後再後輪子 輸出65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大家行車的時候 地面不是絕對一致的平滑 可能有些地方有個洞 有些小石 甚至前面的車子 有些油污 或者下雨的時候有個水哄 那你的車 每一個車輪接受到地面 它的磨擦力就不一樣了 其實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四個輪子是同一個動力圓 只有一個動力圓輸出的話 你的車就會很難控制 這個科技就是這樣 其中一個介紹的位置就是 它試行一個旗盤路 旗盤路就是 一格是雪 一格是泊油路 一格是雪 一格是泊油路 這樣一格是泊油路 左右不同的 還要是間隔著去的 車好像是平地走過去 當一個正常路面走 所以你就知道 它這個控制是去到多麼精妙的地方 那我這裡多拉後一點一句這樣說 它的車如果是可以輸出負扭力的話 是可以做到不用殺車片殺車的 就是說 其實我印象中它有說過 它是可以大家不用踩去殺的 它是可以加一個負扭力給四個輪子 讓四個輪子慢慢地停 所謂慢慢地停 其實和你的鎖油路是差不多的 它公佈的數據是 鎖油路在100公里每小時的時候 你用那個負扭力去停 它只需要40米 它就停下來 其實和你的鎖油路差不多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譬如你用鎖油路停的時候 你夾死這條輪子 這條輪子和地上的摩擦力 去停止那輪子的 但是如果用這個四電機 負扭力的方法就不一樣 它只不過是把輪子轉慢一點 它給電壓它好像磁力一樣 讓它轉慢一點 那你轉慢一點的時候 它是靠磁力的 如果你磁力加動力 其實就是變了電能 其實它反向幫電池充電 可以省電 亦都可以保護著這條輪子 因為這條輪子沒有施得這麼快 這是一個很好的其中一個點 又可以節能 又可以更加安全 因為這條輪子的坑紋 是你的車子的安全保障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熱點 另外就是 它可以不用方向盤 就是那個轉動機械 就是轉動機械 譬如你扭輪子的時候 其實你是在扭下面那個 前輪子的一個軸承 去幫你轉轉那個方向 如果它這個是不用的 就是我打個比喻 我要向左轉的 那我可能左邊那個輪子 我給它負扭力去 讓它向後扭 右邊那個輪子 我給它向前的扭力去 那它就是 我講的是四個 就是 右左邊前後負扭力 右邊前後正扭力 那它就會轉 是不是 不用方向盤的 你想一下幾科幻這件事 你在哪裡見過 科幻片 我記得以前我看過一套 關於智能叛變的 Wil Smith 他拍的 裡面的車就是這樣 裡面的車就是這樣 不用轉軚的 裡面裝上很多AI機械人 有一架車 還有 韋史密夫那一架車也是一樣的 是啊 沒錯 那架車就是不用方向盤的了 是 所以 是很特別的 大家其實 未來科技已經是中國實現就是這樣 是不是 是啊 只有它一個自己有的 我再講一個功能 就是它可以原地掉頭 它是可以 那架車不用動 它自己 不用向前向後 它自己原地自轉 那有些人會說 喂 不是喔 美國之前有些車做到的了 賓池有一個叫做EQG都做到的了 大家看清楚 它們怎麼做 它們是一個沙地或者泥地 那些摩擦力很低的地上做的 而仰望U8呢 它是一個石屎路上面做的 石屎地上面做的 而且它做是怎樣 它是一個精度很高的 它做得很慢 精度很高 慢慢逐度逐度去轉去做的 即是它要轉60度的 向左60度的 它只是轉60度而已 它不會轉多 它轉完之後 那架車是很穩定的 不是在這裏扯來扯去的 但是你看看賓池或者美國 那架好像我沒有記錯 那架好像是Amazon的 那架應該 它們也是一些四輪推動的 四電機車來的 但是它們做成怎樣呢 它們在沙地或者泥地上 是不停地轉 轉得很快的 養起了一些沙沙石出來的 你一看就知道 其實它是打滑的 即是像你走在樂宇路上 駕駛車 你無緣無故急扭軚 是不是自己轉的 就是這樣而已 它根本都控制不到自己轉去哪裡 也都不是靠 那架車的 你那個人的那個 即電機來控制它的轉動 它純粹是靠那條 太低摩擦力去做的 那跟比亞迪這個完全不同 就是比亞迪 它這個它是不用用任何制動的方法 或者是靠那個摩擦力 它其實可以做到 是的 很厲害的這件事 原地掉頭 就是它們叫坦克掉頭 這個在應用場景就對了 香港地少人多 你譬如進了一個停車場 你找不到位置 要出回來 那你又不用特意繞大個圈去找位置 直接在那個位置 只要夠5米闊 為什麼夠5米闊 因為車的長度是5米 只要夠5米闊 你就可以出回來 就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就是緊急浮水功能 為什麼它可以在這個水裡 即是就算那個輪子不碰地 都可以控制到那個車的前進方向 它是靠那個輪子很精準的 四個輪子不同的 它控制那個轉速 而搞動一些渦流 令車可以控制到的方向 這個就是四個輪子不同 單獨可以控制那個精妙之處 而且可以做到這個東西出來 它不是靠螺旋掌 我們再跟大家講一講 之後的那個 因為要下一集才講 我首先 因為現在已經差不多半個小時了 差不多半個小時 但我差不多都講完了 差不多都講完了 OK 是啊 但是我還要講馬斯克 因為其實有很多情況 我會想跟大家談一談 不要緊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多一集 但是最後的時候 我會跟大家講一下馬斯克 馬斯克這個情況 我下一集再跟大家講一下 好嗎 這一集的時間 我們就暫時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 我們下一集總結 對啦 支持大衛索的頻道 記得訂閱分享讚好 以及最好看完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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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